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望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 这小县城财政入不敷出,正在走向崩溃 中国新能源汽车巨头比亚迪日前宣布召回电动汽车海豚 元plus约10万辆,原因是存在起火的安全风险 上海银行曾经辉煌一时 上海绝大多数事业单位、大型企业的养老金督与之捆绑 但现在市值腰斩,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9月24日,中共当局公布了一系列提振股市的政策 跌跌不休的股市开始上涨 同时,众多公司大股东、高管也开始趁机减持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大规模中产繁贫,中共严重扭曲供需关系 阿波罗网报道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油管节目《政经最前线》中指出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房价开始下跌 部分地区甚至出台了限制房产出售的政策 业主在无法通过出售房产减少损失的情况下 仍需继续偿还高额贷款 虽然这些限制性措施在短期内或许有助于稳定市场 但从长远来看,它们严重扭曲了供需关系 抑制了市场的正常运作 中产阶级作为消费市场的中间力量,它们的财务压力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消费能力 当房价下跌,资产缩水以及工资下降甚至失业等因素叠加时,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不得不缩减日常支出 过去,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土地销售变得愈发困难 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这不仅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也削弱了其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 过度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几年来,中国大力兴建高铁、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虽然这些投资在短期内对GDP有所拉动 但许多项目并未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 甚至出现了大量闲置的文字战 这种无效建设和过度投资导致地方政府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境 中产阶级的反平化、地方财政的困境 以及无效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可能对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退路没了,一大批小县城正在走向崩溃 近十年来,中国七成以上的县城人口都在流失 其中,绝大多数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人口流失,财政崩盘,房价暴跌,公共服务停摆 关起门来过小日子的安逸生活无法永远持续 一大批小县城正在走向崩溃 曾经一步传三代的县城店铺如今租不动了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24年开年 全国100座县城的租售市场不容乐观 其中,安徽宣城、湖南邵阳、甘肃天水等近20座城市 商铺空置率超过50% 也就是县城一半商铺都在旺铺转让中 县城的公务员们也开始发不出工资了 越来越多公务员抱怨其降薪 年终奖没了,补贴没了,运薪只有3000元 除了前面提到的山西省,青海,甘肃,江西,湖南等省份 也都陆续启动了机构改革试点 下了决心要砸铁饭碗 小县城的安逸梦怎么一夜之间就天塌了 直接原因是,很多县城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 以贵州为例,2022年全省88个区县中 没有一个区县的财政自给率超过100% 自给率最高的人怀市也仅有87.65% 而最低的荣江县更是低到令人瞠目结舌 4.71% 这意味着,贵州所有的区县都要依赖上级财政书写 三络问题专家李昌平在一篇文章中呼吁 要警惕县城经济萎缩到只剩公普经济的地步 他在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县城后发现 工业园区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 只有吃吃喝喝还在热闹 因为还有大量公务员群体作为支撑 光靠吃吃喝喝,能够长久地躺平下去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长期的人口迁移数据显示 中国大多数县城的衰落已成必然 泽平宏观比对了中国3000个县城 在2010年至2020年间的人口流动数据 结果令人吃惊 人口流出的县有1676个,占比77.9% 比上一个十年,足足提高了14% 从城市分线来看 一、二线城市均无人口流出地区 三线城市从18%降至15% 四线城市从45%增至57% 五线城市从71%增至83% 六线城市从69%增至86% 很显然,小城市或小县城的人口正在急剧流失 这是一股难以阻挡的力量 存在起火风险 比亚迪召回10万辆电动汽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巨头比亚迪 日线宣布召回电动汽车海豚 原plus约10万辆 原因是存在起火的安全风险 陆美IT之家9月29日报道 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与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日前已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2024年9月30日起 召回以下车辆 其一,召回2023年2月4日 至2023年12月26日期间 生产的不分国产海豚 原plus电动汽车 共计87,762台 其二,召回2022年11月2日 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 生产的不分国产原plus电动汽车 共计8952台 合计召回比亚迪品牌汽车的数量 接近10万台 报道表示 比亚迪这次召回车辆的主要原因是 电动助力转向管车总成 控制器制造工艺有问题 导致电容器产生微裂纹 并进而引发短路 造成电容器过热 烧灼甚至起火 存在安全风险 根据互联网上已曝光的汽车自然事件 进行的初略统计显示 近2022年就至少发生 36起比亚迪电动车起火或爆炸事件 而且多数是车辆处于静止停放状态 或充电室下发生自然 少数是在行驶途中 因发生碰撞而起火爆炸 坑了上海老人的上海银行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今年上半年 上海银行实现营收262.47亿元 同比下跌0.43% 实现规模净利润129.69亿元 同比微增1.04% 但须知 这是既提信用减值损失 在今年上半年 同比减少了16.51%的结果 2023年 上海银行营收已经掉到 承商行第四的位置 只有江苏银行的70%不到 历史市值一度超过1800亿 如今只剩下970亿 几乎腰斩 今年上半年 上海银行利息净收入为161.75亿元 同比下降10.78% 净息差为1.19% 同比下跌0.21个百分点 在A股42家上市银行中排名倒数第二 仅高于下面银行的1.14% 在养老金融这条赛道上 上海银行已经深耕了近30年 2016年 上海银行登陆资本市场 2017年 上海银行养老金客户存款占比 已接近全行储蓄存款的50% 上海绝大多数事业单位 大型企业的养老金都与之捆绑 2024年上半年 上海银行养老金融业务仍占据上海地区市场份额首位 养老客户存款规模为3025.11亿元 占全行个人存款余额的52.6% 早在2012年 《中国经营报》就曾报道称 上海银行与上海社保长达12年的合作断裂 上海银行名下全部养老金业务将转移至中国银行 尽管该消息此后被政委 但在当时市场仍掀起轩然大波 十多年后的2023年5月 84岁的王云坐六站公交 到两趟地铁 再乘一次公交 急经辗转只为将上海普三路支行 以及一名客户经理告上法庭 原因在于上海银行此间骂给他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实际上是由两拙资产管理的一支私募基金 爆雷之后 王云血本无归 据投资人统计 有27名储户在普三路支行购买了两拙资产旗下的私募基金 总基金额超3700万元 而90%以上的购买者都是退休老人 最年轻的一位也已经年过50 相信银行是他们在采访中说的最多的话 此外 上海银行在零售转型上也受阻 在零售端 上海银行长期依靠养老和按揭业务 但问题是两者本身其实存在潜在的矛盾 2016年 新任行长胡佑联走马上任 开始调整经营战略 借助蚂蚁金服 微重银行等互联网平台 将经营重心从线下按揭转向线上消费贷 但好景不长 2020年尽管出手 遏制了互联网消费贷野蛮增长的势头 同年 上海银行回归对公业务 消费贷的四年狂奔 没能给上海的中收业务带来快速增长 反倒带来了不良贷款的快速上升 和大量信贷简直损失 不良率从2016年的0.35% 最高增长至2020年的1.87% 2023年上半年仍高达1.81% 尽管消费贷与不良率算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不良增长如此迅速 也能说明上海银行在风控上的疏忽 而转型失败之后 上海银行陷入了漫长的迷茫之中 中共刺激股市 公司大股东高管扎堆坚持 据中国财经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泰媒体9月29日报道 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地 增量资金跑步进场 A股市场迎来一波强势反弹 与此同时 不少上市公司披露了检持公告 据部完全统计 9月25日以来 已有超5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设计控股股东 10控人 5%以上大股东 以及公司高管的检持计划 也有部分大股东 趁股价暴涨期间完成了检持计划 据其上传的一张截图显示 50家宣布检持的公司 公告日期大多是28日以后 据经济观察网9月28日报道 据其不完全统计 24日以来 5天时间 A股已经有超过40家上市公司 公布了检持计划 主要以大股东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检持为主 检持理由 多为自身资金需要 对于中共救股市 中国问题专家王各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大盘动摇 前景暗淡 这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新资金进来 以前被套得抓住机会 节节逃走 这样中国股市就形成个死亡漩涡 投入再多的资金都没用 活不起来 中国10月底前 预计下调存量房贷利率 多省市放松购房限制 中共央行星期天说 将引导商业银行 在10月31日前 调降存量房贷利率 以此作为支撑陷入困境的 房地产市场全盘政策的一部分 中共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的声明说 商业银行应对符合条件的 存量房贷利率 开展批量调整 不低于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30个基点 预计 中共央行的这一新的指导方针 将平均下调存量房贷约50个基点 央行下调房贷利率 目的是减轻存量房贷借款人利息负担 希望促进房地产市场和疲软的内需 多数地方政府 北京和上海等某些特大城市除外 已经取消了抵押贷款利率下限 中国此前的房贷利率 主要汇集的是新购房者 现有购房者仍需要付出高额的利率 这导致家庭急于提前偿还现有 抵押贷款 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家庭支出和消费 阿波罗网林意综合报道 最新副频道内容是 中共政治局会议大变调 替罪羊难保了 中共官场如今这架马 出两个亿买副省长 存银行十万只能取三千 急用钱也得第三方证明 中国金融圈丑闻 女员工自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